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亦不详其性自 这什么意思呢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 然后呢 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宅边有五柳树 因译为浩烟 因为他的屋子旁边呢 种了五棵柳树 所以他就用五柳做了他的名字 所以叫五柳先生 那这个人平时怎么样呢 贤静少言 不目荣立 先生啊 安闲文静 沉默寡言 不目荣誉 也不追求什么呀 利禄 好读书不求圣解 爱好读书也不怎么讲究对于字句的理解 没有会议便寻然忘食 然后呢 往往对书中的意义啊 一旦有所体会啊 便高兴的怎么样 忘了 忘记了吃饭啊 忘食 就是忘记了吃饭 很开心 有一点点的心得啊 姓 嗜酒 家贫 不能尝得 他生来非常爱喝酒 但是家中太贫穷了 经常怎么样 不能经常弄到酒来喝啊 亲就知其如此 或治酒而招之 亲朋好友啊 都知道他这样子 有的人呢 便便准备一些酒 请他去喝 躁饮折醉啊 躁饮折醉 躁是往去的意思 就是去喝酒啊 折旧的意思 总是 总是醉啊 一喝就醉 一喝就醉 妻在避醉 记醉而退 那么呢 他就要去痛快的喝个痛快 图个大醉 醉了就回家 然后 曾不 呃 不吝勤去留 一点也不留恋啊 这是他指的喝酒的状态啊 一去就要喝个痛快 图个大醉 醉了就回家 然后也不留恋 缓堵消染 不必封日 缓堵呢 指的是他四处的墙壁啊 住处啊 四处墙壁 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啊 不必封日呢 就是不能遮蔽阳光和风雨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住的环境怎么样 非常简陋 短喝 穿洁 单瓢 旅空 艳如也 那么这里指的是短喝 指的是穿着粗布的短衣 穿洁 洁是就是还有破洞打洁的这个 穿呢 就是破的意思 洁呢 就是打洁缝补的意思 穿着带有补丁的这个衣服啊 补丁的衣服 然后淡瓢旅空 就是那个缺吃少喝 篮子里和瓢里面往往什么都没有 艳如也 艳如的就是安然自在的样子 但是他依然怎么样 安然自在 常著文章自语 颇失其至 他常常自己写作文来 来个这个 就常常来作文自乐啊 很能够表达自己的这样 志趣 忘怀得失 从此自终 他忘记了世俗的得失啊 用这种超然 世外的一种态度度过了一生啊 这其实这整个一段就是对这个这个人的 宏观的描述 接着赞约 这个赞约呢 是指的是赞语啊 赞语 赞语一般在写历史的时候 在写历史的时候呢 他这篇文章 因为是仿照史传题来写的 所以赞语就是作者对被传者的评论 其实就是一段评论啊 这个乾隆有言 不欺欺于贫贱 不积极于富贵 这边有一个人叫乾隆 乾隆 乾隆这个人呢 是春秋战国时的鲁国人 因为他不求去当官啊 屡次拒绝了这个诸侯的这个招聘啊 对这样的一个人啊 不欺欺于贫贱 不积极于富贵 这什么意思 不因贫贱而忧伤 不因富贵怎么样 而奔走啊 欺欺是忧虑的样子啊 积极是努力要苛求的样子啊 起言 起言滋若人之 呃 滋若人之类乎 这个是类乎啊 类乎 他这是说的 吴 大概说的就是 这句话说的就是吴柳先生这一类的人物吧 贤商赋师 贤商呢 就是端着酒杯喝酒 啊 饮酒赋师 以乐其志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娱乐 吴怀世之名誉 吴怀世之名誉 吴怀世 吴怀世之名誉 这是两个啊 吴怀世和隔天世 这两个人呢 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那么整个这两句话是说 吴柳先生啊 像是生活在古朴存厚的上古社会的人一样 这是最后做了个总结啊 不欺欺于贫贱 不积极于富贵 贤商富士 一乐其志 吴怀世之名誉 隔天世之名誉 也就是说 他整个就是像一个生活在古朴存厚的上古社会的人 从这篇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篇呢 就是陶渊明对自己人生近况的一个描写 包括他对自己居住环境啊 还有生活细节的描写 勾勒出了一个放浪行河 然后安平乐道的知识分子形象 那这个人吴柳先生呢 显得非常具有个性啊 当然语言呢 也特别的流畅 而且自然啊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